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芯片9号摩登大片来啦 网友,期待这部电影快些上映 关于杨子主演的芯片裂毒 笔者此前发表了杨子化身基督女警察 她满口黑话,战胜了王千元的各种考验译文 这篇文章就来说说杨子电影裂毒9号摩登大片 可以说这组大片拍得很有特点 每一张图片的眼神一样 有若有所思的,有坚毅望着远方的 也有不知所措的表情 这些丰富的眼神,反而更加贴近杨子所出演的角色 杨子在电影《烈毒》中出演女主角洛嘉 是一名基督女警察 这个人物很多时候应该是坚韧的目光 但也有不知所措而感到无助的时候 毕竟女警察也是女人 她在坚毅,也有柔软的一面 上面这张照片,人物的眼神似乎有所迷茫 也许是在想着未来的路布满荆棘 荆棘各种考验,还有来自未知的挑战 这次发布了9张照片 有的眼神充满了坚韧,责任在坚 好像在说穿上又算的什么呢? 有的眼神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是一名基督女警察 哪怕明天的任务纵然是千推万组 也阻挡不了我那颗雄心壮志 有网友说,电影《猎毒》是这些年比较罕见的以女性为主视角的缉毒犯罪片 杨子表示这次饰演基督女警察,对她也是一大考验 这个角色除了要是不时改头换面,以及变装之外 更要熟悉毒犯圈内的种种交易黑化 对杨子来说,除了这些挑战 还有更大挑战,就是她在片中还有少戏份是要拳打脚踢的 为此,杨子提前十多天进组做相关体能训练 她必须储备自身体能啊 网友们现在很关注的是,杨子主演的这部芯片在什么时候上映 该片目前还没有上映的具体时期 只是显示,上映时间2022年 看来,还是只有耐心的等待下去 02杨子带火了邓伦,带火了李线 唯独她不行,连赵丽颖都无能为力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杨子就有这个妄夫体制人设 估计是因为与她拍戏合作的男主,比较容易走红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杨子是带火体制 和她一同主演电视剧的男主角基本上都火了 邓伦正是因为和杨子一起主演的《香蜜大火》 之前虽然出演了《欢乐颂》 但名气不足以让她有很大的流量 其实真正让她名声却起的还是《香蜜旭凤一角》 其实早在这部剧播出去之前 邓伦的人气并不是很高 但是却因这部剧火了 该剧播完之后 邓伦通告不断,一度成为一线男星 前段时间杨子有一部强势罢评的剧 那就是亲爱的,热爱的 原本观众就是冲着杨子去看的 但万万没想到很多网友都被李献圈粉了 让出道以八年却一直不问不火的李献一月成为大众献男友 近期热度居高不下 微博粉丝更是值标一千万 杨子未能带火的男演员 是她的前男友秦俊杰了 赵丽颖的带火体制也是相当可观的 之前的花千古不仅带出名了男主角 剧中的很多配角都带火了 唯独她不行 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跟杨子合作过的男星 基本上都能火上一阵子 然而只有她一直没啥名气 连赵丽颖都无能为力 可能还是秦俊杰的魅力不够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